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無國界記者被拒絕入境 震驚國際 港股低迷思有化浪潮來襲 的士逆市加價 只因搭的士全球最低 知名時裝品牌申請破產 林青霞老公曾因他跡身富豪榜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2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王曉祥 今年的旅遊出行你安排好沒? 台灣和日本是很多華人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 那裡的風土人情 那裡的美味小食 真是非常令人嚮往 希望折性為觀眾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 台灣和日本的旅遊路線 並且得到團友的一致好評 不購物不併團 十五人精品小團 而且是高品質服務 有一位占先生說 整個旅程打120分 太美滿了 太美好了 吃的住的行程 這些文化內容都好 沒有一項可以挑剔的 4月25日的台灣八日七夜環島之旅正在報名當中 這個時節正是台灣美不升修 水果風盛的好時期 希望折性還有日本的關東 關西 北海道等路線 也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方案 歡迎來電報名 855-955-5227 也可以透過電子郵件聯繫我們 更多詳情請看影片下方描述欄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國際媒體權益組織無國界記者10日表示 前往香港準備了解和觀察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國安案庭審的無國界記者代表 遭到香港入境處拒絕入境 涉及事件的無國界記者專員白奧蘭表示 香港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無國界記者10日晚發表聲明說 該組織駐台北昌議專員白奧蘭 週三去香港被拒絕入境 在香港國際機場被扣押6小時 遭到搜查和盤問 然後被以藉口模糊驅逐出境 聲明表示 今次白奧蘭和該組織亞太分社主任 艾惠昂同行前往香港 準備會見香港一些記者 並觀察對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 所謂危害國家安全案的後續庭審情況 這是無國界記者代表 首次在香港機場被拒絕入境或被拘留 該組織國際行動主任文森特表示 對我們的同事受到這種不可接受的對待感到震驚 我們從未遭遇過當局如此公然的行為 阻止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庭程序的監控 這個更加進一步 特顯了黎智英案件的荒唐性質 以及對香港新聞自由及法治的可怕侵蝕 民森特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立即作出解釋 並確保該組織的代表能夠安全重返香港 以監控黎智英案餘下的庭審程序 白奧蘭接受光傳媒訪問 透露被拘留及驅趕離境的細節 他說入境時被職員帶到一個大房間 房內還有其他被拒絕入境的人士 其後被帶到另一個細房進行盤問 包括來港目的、在哪裡工作 國界記者的工作和目的是什麼 在組織內的位置是什麼等 期間有人不斷從旁監視 有些是穿著制服的入境處職員 有些就是穿便服的人 或者是國安人員我無法確定 同行的無國界記者 亞太分社主任艾惠昂雖然未受阻撓 但目睹白奧蘭被扣查後 決定不入境香港 立即買機票從香港飛回台北 白奧蘭表示經過研判後 艾惠昂決定不入境香港 即使順利入境 可以預示我們一定會被跟蹤 今次並非白奧蘭首次去香港 去年12月底 他成功入境旁聽黎智英案開審 但當時也被入境處職員 查問了一段長時間 在香港期間又遭到不知名人士跟蹤 白奧蘭指 無國界記者並非任何政治組織 卻令港府感到不安 這個向國際非牟利組織傳遞一個重大信息 香港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香港記者協會記協11日發聲明表示 無國界記者關注香港新聞自由狀況 及重要的司法案件 屬於這個組織的正常工作 看不到入境處有任何理由 阻撓該成員到法庭旁聽案件 會持續留意事態發展 同時敦請政府解釋 為何拒絕該組織成員入境 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監 羅傑斯同日表示 香港3月通過23條立法後 國際之間缺乏具體回應 香港當局借此壯膽 越來越事無忌憚地向記者和人權捍衛者宣示權力 促請英國政府考慮 點名制裁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 包括資產凍結和旅遊禁令 借此表明不會容忍這種公然違反香港國際義務的行為 港府驅逐無國界記者一視震驚國際 多國傳媒紛紛報導 包括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德國之星、紐約時報 彭博社、NBC、澳洲廣播公司 以及半島電視台和路透社等 港府入境處回覆查詢時說 評論個別個案、入境處按照相關法律和政策處理 每中入境個案 中共外交部就說 香港言論和新聞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自從中共當局2020年6月底強推港版《國安法》後 香港的新聞自由日節萎縮 全球排名每放月下 去年無國界記者發布的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榜上 香港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 排行跌至第140位屬於艱難狀況 中共國就跌至有紀錄以來最低的179位屬於惡劣狀況 僅高於最低的北韓 在落實《基本法》23條之後 外界評論普遍認為新聞自由會進一步收窄 而美國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 更加因為23條立法在上個月撤出香港 今年首季港股IPO集資額不足50億元 全球排名跌至第10位 上市交易活動冷淡的情況下 香港股市正擁起上市公司私有化浪潮 彭博社11日報導 香港恆生指數是過去12個月 全球表現最差的主要股票指數下跌16% 而標準普遍500指數就上漲27% 日本日經平均指數更加上漲超過四成 報導指香港股市低迷之際 加上中國經濟困難和美國地緣政治緊崩 很多股票價值被低估 除了香港上市公司打算出走 連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國企 也打算進行實體私有化 顧問公司Alfreds & Marshall的 董事總經理劉又昌表示 國畢香港與中國的聯繫 以及巨大的成長潛力 吸引全球企業在香港上市 但現在情況不再如此 他預計今年會有更多港股私有化 因為企業在其他交易所見到更多價值 可以接觸到其他全球投資者 法國巴黎銀行亞洲並救主管 李查德·格里菲斯表示 香港私有化交易需求強烈 很多公司和私募股權公司 都考慮相關可能性 上市公司私有化 並在其他地方重新上市 是獲得更高估值的機會 另外瑞銀集團亞太區並救主管 Samson Lo表示 中國國企也在考慮私有化 在香港上市的實體 Samson Lo強調 中國國有企業擁有現金 而且融資條件有所改善 現在是他們尋求私有化交易的好時機 彭博社說 銀行家對私有化交易充滿希望 報道引述瑞銀Samson Lo表示 目前收到很多客戶 對香港潛在私有化進行詢問 未來幾個季度將會繼續看到更多這類交易 無論是全球品牌還是國企私有化交易 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本港經濟持續低迷下 的士業界近期逆市申請加價12%至17% 引發多方爭議 據港媒報導 距離2022年7月加價11.5%至13.8%不到兩年 的士業界再次呼籲加價 理由是氣價、保險、維修等成本顯著上升 同時客量持續收縮 導致司機和車主淨收入銳減 只有加價才能維持生計 據運輸署最新統計 相比於2019年撇除通脹後 紅綠藍的士司機淨收入分別增長6.2% 0.8%及下跌2.7% 同時紅的出租車主和司機車主 去年淨收入分別較2019年 銳減48%及13% 有報導指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因為街頭爆發激烈衝突 19年下半年的士業生意慘淡 但即使與2019年比較 業界2023年整體收入仍屬於減多升少 可見確實穩食艱難 香港公共交通發達 但人均擁有私家車的數量甚低 而且生活節奏急速 市民趕路匆忙仍不時需要截車代步 而據Numio收集的全球95個地方的士收費資料 權衡各地車費計法後 發現香港每公里收費大約為1.200美元 排行榜當中排44位的中油位置 此外幾年前曾經有國際組織統計指 按GDP對比 在香港折的士屬於全世界最底 這樣為什麼香港人放棄的士? 相報分析指 近年的士司機原來已經搵食不易 再加上擴車APP搶客 往往踩足整天只賺到三幾百元 形成他們充滿怨氣 同時由於想罰機制缺乏 乘客不能像Uber在手機APP為每程車打分 直接影響司機日後接單收入 最終導致司機和乘客類斗類 淪為雙輸 另外有分析認為 本港的士界現狀 正是香港當下經濟欲振發力的真實寫照 英國智庫Z.Yen最近發布 第3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 新加坡以一分之差擊敗香港 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第三名 僅次於紐約和倫敦 香港恆生指數自2019年以來 已經下跌四成以上 印度更加在今年1月超越香港 成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場 另外過去15年的7年當中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IPO地區 然而今年頭季 港股IPO僅有12宗 集資額不足50億元 全球排名跌至第10位 港府日前火速通過《基本法》第23條 外界擔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恐怕一去不復返 更有網民笑言 香港已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最新的世界遺產 服飾業知名品牌《私捷環球》 繼母公司率先宣布結束大陸營運後 如今又傳出 因為成本上升和資金吃緊 比利時子公司申請破產 據《香港經濟日報》報道 《私捷環球》8日晚間 在香港證券交易所發出公告 比利時子公司Aspirit Belgy Retail N.V.已經在當日 向比利時破產法院聲請啟動破產程序 並說由於能源和物流成本急劇上升 加上消費者信心疲遠 其下在歐洲零售業務營運已經不堪負荷 Aspirit商品線涵蓋男女裝、童裝和生活用品 2002年被林青霞老公營里原收購 市值高峰一度超過1700億港元 從香港紅至台灣等亞洲市場 並推廣到歐洲 營里原也順利跡身全球500大富豪榜 不過之後營里原陸續出脫持股 在升勢高點的2008年卸任 據悉當時套現大約233億港幣 不僅全身而退還大賺一筆 近年來 隨著Uniqlo、Zera、H&M等快速時裝品牌崛起 Aspirit被受威脅 2020年時又遭逢中共病毒疫情打擊 Aspirit致致敗退 陸續退出大陸及台灣等亞洲市場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